花蓮市公所开办的食物银行在售肯定 花蓮市盛天宫日前捐赠了建宫75周年 即消灾祈福求财法会的100份民宣物资 还有2100公斤百米给爱花蓮食物银行 市长渭嘉贤除了颁发感谢状 也表示期盼有更多善心人士可以投入社会公益行列 花蓮市盛天宫在举办完建宫75周年 即消灾祈福求财法会过后 特别集结信仲爱心捐赠给花蓮市爱花蓮食物银行 2100公斤的百米以及100分的法会民生物资 希望能帮助到家境较为弱势的家庭 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大家都非常多的困苦 所以我们举办这一次的消灾祈福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人民生命比较安全 让我们的国家快点富强 大家的生活能够改善 促进这个社会繁荣 在这边也是我们一个呼吁 大家来共襄盛级 我们的东西是只有一点点 但是希望以大众的力量 能够来让社会一些边缘人 他们的生活能够改善 花蓮市长渭嘉贤也特别到场班政感谢状 肯定他们对弱势的关怀发挥慈悲大爱 期盼有更多三千人士投入社会公益的行列 物品的部分 贡品的部分有100份 那米的部分有2100公斤 那真的会充实到我们食物银行 非常多的一个物资 那让我们可以帮助到 许多需要帮助的一个边缘户 那我们再次要呼吁大家 如果我们相亲身边周遭 如果有生活比较困苦的部分 那有一些社会条件不符合补助资格的 那也请他们赶快来食物银行 我们能够直接给他一些物资上面的一个协助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再进一步的社会资源的话 花蓮市公所会全力的来帮忙大家 圣天公也强调捐出来的物资都来自信徒的爱心 其中有不少捐赠者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但仍然发挥人机几机的精神 不忘对社会的关怀 而其中100份的民生物资将会由 12楼客人员提领绽放食物银行仓库 至于2100公斤的白米 则是以提货券的方式 让市公所可以提领最新鲜的米粮 转胜给有需要的家庭 记者徐立芹 华联系报导